日期时间函数的应用 那在了解这个日期时间函数之前 可能你要先知道一件事就是 到底那个就是在Esser里面的日期 所以我们把那个第三个单元 日期时间的这个范例打开 那请各位看一下就是说那个 切到综合练习里面 其实综合练习里面是希望 如果我今天填了一年的第一天之后 他可以帮我把其他的日期也都显示出来 OK 目前当然就每 就一年的1月1号 那你将来可以改成比如2019好了 2019也可以 然后我希望输入这个之后 这些全部都自动要产生 而且礼拜六礼拜天 它的颜色跟底色也要不一样 OK 这样怎么做 当然方法我讲过了 最笨的是土法院刚刚 对不对 那当然比较聪明一点的话 你就是可能稍微要懂用 内建的日期时间函数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一键完成 什么一键完成呢 最好是旁边一个按钮按下去 他会问你说请输入 你要产生的是哪一年 比如2019 Enter之后的话呢 他就自动帮你全部跑出来了 然后把礼拜六礼拜天呢 也都自动帮你把它颜色格式化好 对不对 可不可以这样做 当然可以啊 会不会很困难 其实不会 OK 答案的话 你的云端上都有 奖励里面好像没放 但是云端上有 那个VPA程式我已经写好了 在云端上 你就只要复制贴上 就可以做出我刚刚讲那个效果 真的是一键完成了 按下去自动可以把它全部跑出了 只是说怎么做了 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第一个的话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几个 第一个你会发现 虽然我输入的是2019 但是你会发现 我习惯上 我们假设有些公司会把它改成民国年 民国年你会发现 当然标准的格式是2019的1月1号是斜线 斜线 因为这个东西是美国人设计 所以它一定是七元 绝对不可能有民国 因为民国全世界也只有台湾用而已 而且你用别的版本 像之前有同学 回去他想要做练习 就一打开之后发现一个问题 奇怪找不到民国年的这个功能 为什么 我问他说你是用哪个版本 他说用英文版 英文版怎么会有 对不对 英文版只有七元而已 只有繁体中文台湾的版本 才会有民国年 只是因为如果假设 我们的需求是 我希望可以把这个西元年改成什么 改成这样的格式的话 那你会发现它有几个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说 它的西元年改成民国年 第一个 第二个斜线要改成点 第三个呢 各位数字要补零 第四个的话呢 后面瓜谷要放周紧 他要怎么做 当然不是叫你突发运钢 如果突发运钢 每个都改的话 那改不完 所以怎么做 第一个问题 那至于做这个 请各位把这个切到今天好了 我们用今天来练习 那今天的话呢 顾名是一样 如果你今天要取得什么 取得今天的日期的话 插入函数里面会有一个日期及时间 那你可以找到什么 找到today就可以了 ok按确定 它就出现了 那当然了如果你今天令工还有一个函数 闹可不可以 这边也有人闹 你用闹 按ok确定 结果会一模一样 那你想说一模一样 那为什么两个 其实主要差别在哪里呢 其实你可以 那应该可以猜住 按右键 除成个格式 把两个格式怎么样 多一个时间的话 比如说我年月日十分 秒 应该不用了 反正就年月日十分 然后AMPM按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日期部分呢 它维持在十二点钟 因为today呢 它只会告诉你年月日 十分秒它不会带过来 十分秒它就停在000 OK 那另外的话呢 now的话它会给你十分秒 所以也就是now呢 它提供给你六个讯息 哪一年 哪一月 哪一日 然后呢 时间的话就是 几点几分几秒 十分秒 都有六个讯息 那today的话只有三个讯息 就是年月日而已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知道的today跟now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希望把刚刚的这个东西 帮我用在这个上面 用在这上面的话 该怎么做 我如果想要把它 把这个格式画成 我刚刚那样的格式该怎么做 不过在做这个之前 跟各位讲一个秘密 不是秘密 它内部的一个 你要知道的讯息 你如果按右键 出成个格式 假如你把它怎么样 那刚刚我们是把原来日期 改成时间嘛 那我刚刚是找这个 把它格式画 因为它后面有十分 其实十分秒 你可以找一个十分秒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把它改成通用格式的话 按个确定 通用格式基本上 就是打回原型 也就是说 它本来里面是什么 它就会是什么 也就是不带格式 就是把它的年月日的格式拿掉 那我们来看一下 按确定 你会发现呢 它就会长这样 嗯 你想说 怎么变成数字了 而且啊 这个数字还蛮特别的 为什么四万三千五百六十五 那闹的话呢 更奇怪了 怎么也是跟闹一样的数字 但是它又有小数点 其实哦 特别注意哦 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根据官方的说法 这个数字呢 就是跟某一天相比较之下 相差几天得到的数字 那哪一天呢 就1900年的1月1号 是历史上的第一天 很妙哦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今天在旁边 打一个1900年的1月1号 这一天 对不对 那我把这个 1900按右键 储存的格式怎么样 把它改成通用格式的话 按确定会变什么 变一 意思就是说 在Esser里面的第一天 就是这一天 就是1900年的1月1号 算第一天 那也就是它算 1900年1月2号算第二天嘛 那一直被推 那到那个什么呢 到这个今天为止有四万多天 那也就是明天又多一天 后天又对 所以这个数字会越来增加 那你想说这个数字会放不下 应该不会吧 你看已经过了这么多年 才用了四万多 对不对 那如果再过个 1900到现在2019 已经差了多少年 19 对 119年了 对 119年才用四万多 那如果再过个100年 其实也有点多8万多吧 对那再过一千年好了 不过一千年我们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那已经不用太 大概也应该足够了 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就是跟1900相差几天的意思 那所以的话以后 假设你要算某个日期 跟另外一个日期相比较的话 你就用减的就好了 不过减完之后 它假设返还开给你是一个日期 你又把它格式化成通光格式 那就会是相差几天 所以算日期比较简单 但是日期里面最麻烦是相差几个月 因为月的话有大月小月 有28天有论月有没有论月 那有四种可能性 怎么办 没关系 你要想办法 里面有函数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的话 那个相差几年 你不能说全部除以365 其实如果论年多一天 366 那你怎么知道哪一天是论年呢 对不对 你不能说全部都算366 差不多就好了 差不多 人家有时候你算差一天就不对了 对不对 哪一天要交东西 对不对 你说算错了 对你算的结果跟我算的结果不一样 那这样就有争议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 第二个 好你想说 那这边为什么有小处点 特别注意哦 这个小处点还没有了 他在Excel里面 他把一天24小时 一天24小时当一嘛 一也就是说呢 每一个小时就是24分之一 好一个小时24分之一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每一个24分之一除可能除不进 如果除以3的话 刚好是0 下一个是0.125 刚好24除以3 刚好0.125 每三个小时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说这样子有没有 每三个小时 那按0.125 把它按右键 出成格式 你把它格式化一下 这边把它格式化成时间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选一个比较标准的 那个什么 10分秒 然后AMP按确定 你会发现一个秘密 有没有发现 他原来是0 0就长这样 那隔天的1 又是 因为净位了 所以多一天 那也就是说 每一个小时 就是24分之一 OK 那我这边刚好 为什么3呢 因为3刚好除了净 就是3除以24的话 刚好就 所以我刚刚是0.125 那0.125呢 就刚好3个小时之后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 Essal里面如何记录时间呢 就是记录 它的什么呢 它的小数点 反正24小时 刚好就1就对了 OK 所以应该可以有这个概念吧 如果有这个概念的话 后面就比较好解决 如果没这个概念的话 你可能很多地方都会容易做错 但是还是要怎么 所以你会发现 它把现在的时间 有没有 用Now之后 它就会有很多小数点出来 所以大概有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天 那这个是每3个小时 所以我刚刚是什么 在这边输入0.125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然后再把它按右键出的格式化成 那个日期的时间的这个AMPM 这个 这样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OK 好 那这样的话 第一个我先跟各位讲 其实它记录的方法 第二个的话 我们如果要把刚刚讲的这个 把它把这个格式化成这个的话 那该怎么做呢 我先还是把它恢复成原来按右键出的格式 日期好了 让它们恢复成刚刚的状态 那如果要格式化的话 怎么做 按右键 一样到出的格式 那怎么把它变成民国年呢 其实有几个方法 以后如果说 假如 你这边看到的不是你要的 那里面你可以找一下 有没有民国年 看一下 有没有 中华民国年 有了对不对 但是里面有没有一模一样的 看一下 好像没有 所以如果没有的话 有个方法 你可以第一个先找接近的 OK 找接近的 哪一个最接近 好像这个比较接近 找完接近之后的话 记得 切到制定 关键来了 所以以后 如果你找到一个接近之后 记得可以切制定 制定怎么样呢 可以 制定其实是可以再修改 那怎么改 可以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会改几个地方 一 我要把民国年 第一个把那个斜线改成什么 改成点 很简单 三调斜线改成点不就好了 第一个斜线改成点 OK了 所以西元年已经变民国年了 然后第二个点 第三个呢 如果各位数字要补零的话 特别是M你就加一个M MM就可以了 D的话呢 就DD嘛 OK 这一招其实在微软蛮多地方都是可以这样用的 MMDD 有没有 各位数字补零 第三个问题解决 民国年斜线变成点 然后各位数字补零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刮壶 所以在DD后面呢 加一个刮壶 里面的话要加上周几 今天是周三嘛 那问题要怎么做 你总不可能打一个周三嘛 那明天又是周三 怎么办 关键来了 输入三个A 请看一下啊 有没有 周三出现 那而且这个是会跟着改的 特别注意哦 那如果说我今天 不要是周三 我要星期三的话 很简单 请你A再多一个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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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A就变成星期七了 格式又创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按个确定 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要格式给做出来 所以 待会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这边哦 那我做法是一先切到日期找民国年 然后二的话切日定 在这边稍微修改一下 改这几个地方 按个确定 我们看一下结果会是OK的 OK没有 不过我是要周期 所以我这边把那个A拿掉 这个拿掉 那不过就应该就有同学会说 老师你怎么知道三个是周期 四个是星期期 其实非常简单 按右键又是出现格式 我们切到日期里面 把它改回西历之后 这边不是有星期期 底下有周期 那如果我想知道里面的公司的话 就切到制定 这边的话 分号前面 中瓜文后面 就是他的公司 你就把这个公司 再把它放到那边去 就OK了 所以其实很多地方 不是没有 你要变成说 假设你要好几个里面的格式 你可以先看 然后看完之后把它拼凑在一起 就是你要的东西 所以类似像这种 现在还蛮多的 这个制定格式部分 所以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刚刚我重点 记得190年也是第一天 另外这个是一个时间的范例 然后再来就是把它改成民国年部分 我们这边介绍有两个函数 一个是today 一个是now today跟now 最大的不一样 today是只有年月日 now的话是年月日加十分秒 就是现在的十分秒 当然如果说你希望 在刚刚的格式里面 后面还可以加十件的话 怎么办 也很简单 你就再把now的那个地方 后面再把时间的公式 补在它的后面 now那一个储存格 也会有十分秒 OK 那这部分请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